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 大家好我是Ray 欢迎打开MR档案 今天这个故事 最早是从一个出了问题的婚姻 和一个不愿放弃的妻子开始的 2009年春天 24岁的纽约女孩Kathy 在约会网站OKCupid上 遇到了25岁的Jilberto Valle 女主是一个小学教师 男主是纽约市警局的一名警察 两个人条件相当情投意合 感情升温也非常快 没过几个月 小警察Valle就从纽约皇后区的父母家里 搬了出来跟女朋友同居了 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直到Kathy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 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男友时 Valle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不行 我还没准备好当爸爸 于是两个人不欢而散 过了几天 Kathy给Valle发了最后通牒 不管你要不要 这个孩子我是要定了 剩下该怎么办 你自己选吧 这个事对循规倒居的小警察 也没什么可选的了 硬挺了几个月以后 Valle终于妥协 她买了戒指跟女朋友求婚 又搬了回来照顾怀孕的女友 两个人在女儿出生之后的第八个月正式结婚 可能是凤子成婚这个拧巴到一起的结合 不算完美 Kathy觉得丈夫对这个小宝宝的到来一直不是很激动 照顾起来也有一单没一单的心不在焉 她经常看到Valle一个人发呆 而且偷偷叹气 再加上一个全天24小时都有需求的婴儿 夫妻二人的房中互动也就越来越少 到最后甚至彻底归零 之后Valle在警察局上夜班常常是深夜才到家 回来之后直接到书房去上网 有时候凌晨四五点都还在网上泡着 对另一个房间里睡觉的妻儿是不闻不问 Kathy对此多少有点疑心 但是却找不到证据 因为丈夫每次关机前都会把上网历史全部删除 平时白天她也就是在网上翻翻新闻看看球赛 终于有一天她发现了丈夫的电脑上 有一个最小话的网页没有关掉 这个网站叫做Dark Fetish Night 跟她想象中的小黄网还有点区别 网站的主页就是一个被五花大绑的裸体女人 而更加惊人的是另一张小图 是一个被勒死的女人的面部特性 但是这个网站内的其他内容只有会员可见 Kathy用丈夫常用的网名试了好几次都不正确 她最后只能放弃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Kathy就当是什么事都没发生 把自己的发现守口如瓶 她以另外一种方式积极地来挽救自己的婚姻 开始健身上网买了情趣用品和玩具 还利用和丈夫一起去参加同学会的机会 订了一间情侣酒店想要修复失去的激情 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明显的效果 从同学会一回来 丈夫Valley不顾旅途疲劳 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上网 对穿着性感内衣的妻子看都不看一眼 好奇心爆棚的Kathy不愿善罢甘休 找人在丈夫的电脑上安装了间谍软件 这个软件不仅能够记录他所有浏览过的网页 进过的聊天室 而且还能够每五分钟自动截屏存档 老公到底在网上干了什么 一目了然 没想到他却发现了丈夫最黑暗的秘密 他在和几个网友一起密谋杀人 他不仅仅是要杀死一个女人 而且还想要把他煮熟吃掉 而且对象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妻子Kathy 在网上啊 丈夫Valley还给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 说我们先绑住他的双腿 把他倒掉起来 然后呢割喉放血 等到血彻底放干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他肢解开了 他这段时间应该在健身 所以啊他大腿的肉应该很结实 做BBQ应该很美味 而且啊根据这个截屏的时间显示 Valley在预谋这些的时候 Kathy和他们不到一岁的小女儿 正在隔壁的房间里睡觉 吓得全身哆嗦的Kathy 第一时间抱起女儿回了娘家 随后在父母的鼓励下 他来到老公工作的警察局报警 接到报警之后 警察同事直接到楼下 逮捕了正在当班的Valley 而且派人去他家里搜走了他的电脑 一开始呢 他的同事们还在安慰他 说没事啊 也许就是个误会 但是几天后 这话谁都说不出来了 根据电脑专家的修复和还原 Kathy报警所说的那些 只是冰山一角 在过去长达一年的时间里 Valley就一直和网上的那几个 口味相近的网友 筹划杀人和吃人 他们的目标呢 不仅仅是自己的妻子 还有警局的女警 高中的校友 妻子的同事 女邻居 某个案件的女证人等等 都达百人 他将这些女人的照片 发给其他人分享 还特意在每张照片旁边 标注了这些人的名字 身高体重 目测肉质如何 适合什么样的煎炸主顿 图片中间的女同事 估计做梦都没想到 我把你当同事 你竟然把我当食材 过分的是呢 Valley还邀请这些网友 一起过来享受 共同烹饪的乐趣 说咱们呢 可以用滤仿来做麻醉剂 迷倒之后呢 把它先给绊了 但是在动手分尸之前 一定要灌肠 确保肉质不被污染 我有一个很大的烤箱 我们可以甚至品尝一下 烤全人的滋味 专家还发现 他的确上网 查找过绿坊的合成方式 和使用伎量 还Google过 如何才能把人捆绑到 最小体积和如何烹饪 为啥这种信息 都能被Google到 我也只能挠挠头 而如果这个还不够的话 另外一个爆炸性的信息 让警察直接 把他关进了监狱 等待开庭 Volley还利用植物之变 调用警察的内部系统 查找过这些女人的资料 比如他们的家庭住址 社会关系 有没有子女等等 而且呢 他还真的跟踪过 其中的好几个人 确认他们的地址 是不是真实的 还记得他跟老婆一起 去参加的那次同学会吗 他的主要目的 其实是为了去看望 他的一个猎物 高中同学Kimberly 他一回到家 就迫不及待的上网 跟其他人分享说 他看上去简直是美味 我一定要用他那根美丽的腿骨来熬汤 想象一下 他那对烤成金黄色的乳房 我就会流口水 他谈论这个女同学的口气 简直就跟是谈论一只烤乳猪一样 Volley还跟一个英国网友谈起了价格 五千块 我一定帮你找好原料处理好 你直接动手煮就可以 绝对方便 就跟你在超市里买肉差不多 什么 四千 四千可不成 这可是有风险的 我一定要五千 不过你放心 绝对是好货 我老婆的同事 是美女不说 那个肉质肯定杠杠的 够变态是吧 搜正搜到这个份上 大家都开始庆幸 自己是在案发之前 就把这个恐怖的警戒 汉捏把给关到大牢里了 这简直就是当年阿汤哥 那个少数派报告的现实版 但是电影是电影 现实是现实 这个案子最大的问题就是 除了网上 他跟这些网友逼逼的东西以外 检方手头有其他证据吗 没有啊 Volley和他的律师也大声喊冤 我什么都没干 你们凭什么抓我 我就是想想而已 就这么想想 犯了哪门子枉法 要不要史蒂芬金一起抓过来 跟我一起上法庭啊 好吧 专写恐怖小说的 大拿史蒂芬金老是躺枪 你说无辜不无辜 那其实按照他这个说法 估计法庭上就要人山人海 被告席都站不下了 汉尼拔系列的作者应该有吧 人皮课程的导演你也别跑 人体无功的那些个原创人员 也跑不掉 其实啊 这个案子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不好说的状态 到底要不要为这个事开庭 都讨论了一年多 在这个阶段呢 法庭甚至不能确认 该不该让小警察Volley保释出来 法庭只派的四个心理专家 以2比2的比例在对司 一方觉得这人危险至极 一放出来就会吃人啊 另一边则觉得 这个人连苍蝇都不回答 简直是人畜无害 最后呢 为了以防万一 法庭还是决定把他关在牢里 开庭之前不许保释 而坐牢的同时啊 监狱给他安排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工种 在监狱食堂里做饭 哎 犯人同学们 你们对这个新来的大厨感觉如何 胃口怎样 不仅是辩方坚定地认为这个小警察 也就是想想过过瘾 跟网友打打嘴炮 绝对不可能作案 到后来呢 控方都觉得 这事可能真的没什么可行性 尽管被告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作案方案 还在邮件里头设计了细节蓝图 但是他提到的那些作案工具啊 比如说胶带啦 薄膜啦 铁钩子啦 什么的 在被告家里啊 通通没有找到 他唯一有一个作案工具 那就是他开的车 他跟那些网友们说的 可能的作案时间和计划 全部是异想的 比如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 他在总统日假期要去吃个人 但实际上 是在家里上了一天网 后来他说 他劳动节要去杀个人打牙记 结果呢 还是在家上了一天网 那个大的可以放进去 一个活人的烤箱呢 也是假的 他家的烤箱啊 连个大号的火机都放不进去 他还一直跟人计划说 想在家里头的地下室放些分尸 但是他其实住的是个租来的公寓房 这个房子的地下室 是公用的洗衣房 你有本事 在人来人往的洗衣房 给我杀个人分个试试试 这些很可能 真的就只是存在 他脑子里的一个异想世界 而我们真的要因为 这个异想世界 而送他去坐牢吗 也许很多人都有想过 想把自己的老板的头 摁在马桶里的念头 但是真的做过这样的事情的人 又有几个呢 最终啊 检方决定 以滥用职权和企图绑架杀人 对他剔出了公诉 但是他们心里也没点啊 因为这个企图到底是 以什么界限来区分的呢 如果连检察官都对这个事 想不明白的话 你就趁早撤诉 回家洗洗睡了吧 因为陪审团那12个平头老百姓 肯定也是想不明白的 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啊 北边的加拿大骑警同学们 举手要发言 我知道我知道 这题我会 我这儿都判了好几个啊 那好 就请加拿大骑警 来说说你们是怎么办这种案子的 其实啊 看过我们之前节目的朋友们 应该已经猜到了 加拿大骑警 非常喜欢搞这个卧底行动 好吧 那就开始你们的表演 很快呢 在Dark Fetish 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网站里 出现了很多卧底 他们想方设法 跟里面的成员套进 虎搭关系 几个月下来 还真让他们吊上了好几个 其中一个 还是个国防部的小头头 叫Christopher 他在骑警卧底的指导下 购买了包括电击枪在内的全套工具 还给卧底打了几千块钱 说好一起去团购一个 印第安姑娘回来杀了吃 结果呢 过来送货的是 鹤枪实弹的骑警们 不过看了这个案例啊 Valley案的检察官欲哭无泪 这些加拿大骑警的手法 也太任意妄为了 我们要是敢这么办的话 律师能把我们的内裤都搞没了 不管怎么样吧 这个案子最后 还是在拖了21个月之后 如期开庭了 媒体是蜂拥而至 大家都想知道 这个警戒汉泥拔 最后会是个什么结局 不过那天到场的人 都觉得挺失望的 本以为能够看见一个魅力十足 风度翩翩的食人魔美食家 结果啊 就是这么个平平无奇的小胖子 就像预想的那样 辩方对Valley在网上的言论 共认不讳 这些的确是非常血腥 非常黑暗的想法 但这些仅仅只是想法呀 他从来没有把这些想法 变成现实的意思 在这个案子里 根本就没有一个受害人 那连受害人都没有 你凭什么起诉他呢 而有关这个滥用警方职权 辩方律师也有说法 他就是上班的时候 上了下网而已 顺手搜了下 有点感兴趣的东西 只不过用的引擎 不是Google 而是警察局的数据库嘛 另外一个很有力的证据是 尽管他把那些食材的 年龄身高照片 都发给了其他的烹饪爱好者 但是他从来没有分享过 这些人的地址和工作单位 甚至连他们的全名 都没有放到网上 不过控方倒是有活生生的证人 小警察的老婆在开庭第三天出庭作证 她向陪审团讲述了自己 是怎么为了挽回这个婚姻 做出了大量的努力 但是得到的回报却是 自己朝夕相处的枕边人 一心想要把他杀死吃掉 这时候控方成交了一段聊天记录 在这段记录中 小警察专门强调 我们一定要慢慢地杀死我老婆 我想要让这个过程 变得缓慢而漫长 尽可能地折磨他到死 我要把他整个放到烤箱里 用最低的温度活烤他致死 看了这一段叙述 再看见证人席上活生生的人 还有卷宗里面那个可爱的 一岁小姑娘的照片 陪审团表示 这实在太重口 我们要求休庭 单看这个法庭速写图 就应该感受到 这场庭审是多么地影响食欲 而之后出庭作证的 那个倒霉的女同学 她证实说 的确在同学会上 见了被告一家 她还很热心地 请他们一家人 在第二天吃了个午饭 期间被告表现一切正常 只是在最后临别合影的时候 被告偷偷地用手 捏了捏她的肩膀 当时她还以为是 被告在咸猪手吃豆腐 还跟她开玩笑地笑骂了几句 直到这个案子出来 她才意识到 哇靠 这个变态 难道是在检查老娘的肉质 如何 肥瘦程度 还有那个差点被杀死 卖肉的被告老婆的同事 学校门口的监控显示 被告曾经不止一次 对她进行过跟踪踩点 还在电脑里 记录过她的日常作息时间 每个星期哪天休息等等 看到这一系列的证据 她在法庭上吓了 流下了眼泪 在人证的攻势下 陪审团的心理天平 开始就慢慢地 倾斜到了控方这边 为了挽回颓势 辩访放出了一个 名气超大的专家证人 犯罪心理专家 Park Dietz 一直传说 他就是美剧犯罪心理里面 David Rossi的人物原型 有着超过30年的经验 基本涵盖了这个时期 所有变态杀手的心理评估 从食人魔Jeffrey Dahmer 到刑刺里根的John Hinckley Jr. 杀子魔女Andrea Yates 这后两个案子中的被告 更是因为他的心理评估报告 最终从谋杀犯 变成了精神病 在这个警戒 汉尼拔的案子中 Diss博士跟被告前后 进行了16个小时的心理评估 给出了一份 非常详尽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称 被告有非常严重的性压抑 这跟他年幼时 父母离异 父亲一直严厉地 以天主教传统 来教育儿子有关 他在成长的过程中 一直认为性冲动 是可耻的 自卫是犯罪 整个性教育 还完全停留在50年代 他高中时期 暗恋班里的女同学 但是却没有勇气表白 在荷尔蒙和性压抑的作用下 度过了整个青春期 从犯罪心理学上来说 性语和食欲 它其实是共通的 普通男人认为 拥有女神的方式是啪啪啪 而对于Volley这样的人群 则就变成了吃进肚子 于是这个高中女神 就一直是他梦想中的美味佳肴 不要以为他选择当警察是精分了 这其实也是他自我救赎的一部分 他想要用警察制服 给自己建立一种约束 从根本上压抑住这种吃人的冲动 这个行动本来是有效的 他如同普通人一样恋爱同居 连身边的女朋友都毫无察觉 但是意外怀孕 小宝宝出生的压力 又再次将他的毛病翻了出来 他一方面害怕别人知道他的秘密 他因此失去他拥有的一切 而另一方面 要永远拥有妻子的方式 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吃掉他 弟子博士的报告中 否认了被告真实作案的可能性 在他看来 如果被告真的想要这么做的话 早就动手煮了 不会在网上跟人逼逼这么久 他之所以在网上跟人孜孜不倦地交流 也是他想要通过一个渠道 来发泄自己的压抑 同样是他自我救赎的一部分 他最后强调 被告Valley是你所见过最好的人 他现在不是凶手 以后也不会是凶手 但是陪审团却不这么想 别的不说 就凭那个上网跟网友计划杀人吃人 其实是为了让自己不吃人的说法 就好像是一个吸毒的人说 我吸毒 其实是为了戒毒一样 这12个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 要让他们个个都跟上专家的脑回路 实在是太难了 于是2013年3月12日 陪审团裁定 被告滥用警戒之权 和企图绑架杀人两项罪名成立 在他们提交的决议书上说 我们认为被告的行为具有成瘾性 就像吸毒一样 他需要的刺激会越来越大 他的行为会最终从往上走到往下 对无辜者的安全造成威胁 值得强调的是 这一裁决并不是陪审团一致通过的 而是少数服从的多数 就像是阿腾哥的少数派报告里面的一个分版 Volay会因此面对最高位终身监禁的刑期 但是这个案件最大的反转 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几周之后 当庭法官Paul Gardiff 推翻了陪审团的有罪裁决 这种做法在美国的法律中 叫做Judgment Notwithstanding Verdict 中文翻译过来就是敬违判决 说白了 就是法官推翻陪审团的判决 理论上可行 但是实际发生的几率却非常小 而且因为美国法律界一事不在理的法则 这种做法只能把陪审团的有罪判决翻成无罪 而不可以逆推 能够在这个时候冒大不韦 否定陪审团的事实认定 真的让大伙开眼了 要知道 如果控方要求上诉 然后成功的话 这个法官的前途就算是放在案板上 那这个法官为什么敢这么干呢 Gardiff法官给出的解释是 陪审团给出的裁决缺乏证据基础 检方利用了陪审团的心理弱点 引导他们做出了不公正判断 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能够证实 被告会对任何人进行伤害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宁愿放过一百 不能错判一个 这个思想犯罪的口子绝对不能开 法官大人还专门引用了1984小说里面的一句话 说思想罪不会导致死亡 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于是被告Valley被有条件释放 他被要求在脚踝上带着监控器 必须跟他妈妈住在一起 不得离开房子一步 至于这个监控器什么时候摘掉 要看控方是不是要上诉 结果在上诉到期前的最后一天晚上7点 控方决定对此案进行上诉 2015年11月 纽约州上诉庭的三名法官 以2比1的比例推翻了控方的上诉要求 被告Valley的滥用警戒职权罪被判有罪 但是企图绑架谋杀一罪不成立 由于他在此之前已经服行了21个月 带着监控器在他妈家里 也继续服行了16个月 所以他被要求当庭释放的时候 脚踝的监视器也被取了下来 从这一刻起 他已经恢复了自由人 警戒汉尼拔被释放以后接受了专访 他告诉记者说 他老婆在开庭之前就跟他离了婚 他失去了女儿的监护权 但是现在还在打监护权的官司 还在苦苦拉锯 期间他连女儿的面都见不着 纽约警局在他被捕的第一天就把他开除了 最后即使他被判无罪 也继续拒绝他的归岗提议 所以他也请了律师在跟警察局打官司 具体排期开庭的时间未定 他现在依然时不时的会上 Dark Fetish网站会去看一眼 但是据他所说 他对杀人吃人已经不感兴趣了 他就是去看看那些捆绑和鞭挞之类 比较轻微的SM 而且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希望能够找一个 不计较他过去的好女孩组成家庭 这个事情我们所知道的是 至少直到现在 他还没有开始杀人吃人 观众朋友们 假如你是陪审团的议员 你会怎么去判这个案子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来讨论交流 感谢收看M2档案 怎么呢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